我們隱約知道王飛鴻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 但恐怕很少有人在腦海裡勾納出他本人的真實面目 上一年多的人大概依稀記得 關德興那副冷盡硬朗的面孔 不過那個是關德興 三、四十歲左右的人 想到應該是風道翩翩的李連傑 不過那個是李連傑 再年輕一點的或者會傾心於趙文卓 甚至是彭于彥的扮相 時至今日 有關王飛鴻的影視作品不計其數 其中只是電影超過一百部 王飛鴻詩藝館、武術館和紀念館的創建 以及佛山王飛鴻網站的開通 而使王飛鴻成為一種文化的符號 不過現實與電影有差距 真實歷史中的王飛鴻 並非於影視作品中那麼風光 在廣東省佛山祖廟 有一座王飛鴻紀念館 紀念館共兩層 仿照清末文初的宅園格局而建 一樓介紹王飛鴻生平 二樓就命名為飛鴻影院 全部展覽內容 關於王飛鴻題材的電影有關 不過經人考證 整個紀念館裡面 沒有任何一件展品 是王飛鴻的生前遺物 就連紀念館正門口的王飛鴻像 也被證明並非王飛鴻本人 王飛鴻的照片在寶芝林大火之中全部分位 隨著王飛鴻系列電影的大賣 香港媒體曾經向的遺商 駱桂蘭希望獲得她的照片 駱桂蘭就將她第四個兒子 最似她養的那個叫做王漢熙 中年時候的照片交給了媒體 從此之後就以俄傳俄 遲至今日這張照片仍然被認為是王飛鴻的照片 廣發地使用於各大百科傳書 以及相關書籍有關王飛鴻的詞條之下 清末文初各種檔案材料和報刊雜誌 浩如煙海大名鼎鼎的王飛鴻 為何又無記載呢? 正統史誌原則封建道德標準 通常將賣武獻藝者當作三舊九流漢代 諸如佛山中二鄉誌、南海縣誌等官方日誌 都沒有出現過記載王飛鴻的片言赤語 所以我們只能通過一些民間記載 以及王飛鴻遺世親屬的描述 其名字叫飛鴻 生於廣東省佛山市南海縣 沿直南海縣西朝嶺的西陸州村 關於王飛鴻生出年月的具體日期 可以說是眾說紛紜 有研究者認為他是生於1847年 有人說他是1856年 前後相隔十年 至於他去世的年份 學界普遍認為他去逝世於1924年 爆發的廣州商團事變之後 但具體日期亦都不可考 王飛鴻六歲習武 父親王麒英是南拳高手 曾經是廣東十虎之一 少年王飛鴻跟著父親奔走於鄉間 靠賣藝行醫為生 父親王麒英逝世後 王飛鴻在廣州十三行人安里 開設寶芝林醫館 圓湖濟世 1924年 廣州商人因為反對孫中山的 北伐和聯共政策 與廣州國民政府爆發激烈衝突 最後廣州商團遭到國民政府的武力鎮壓 王飛鴻的寶芝林 亦在戰火中被毀 王飛鴻經此變故 深受打擊 抑鬱成質而終 王飛鴻生前 只是一個極為普通的寧男武師 最走紅的時候 不過擔任軍中的寄擊總教練而已 顛峰時期不過如此 不如意的更加要為一家人三餐而奔波 死後頗為蕭條 家人甚至沒有錢買棺材 多虧昔日弟子友好 多方出資才得意入土為安 生前老島落泊 默默無名的王飛鴻 死後又如何鳴滿天下呢? 令到王飛鴻後來名揚天下 是他一班徒子徒孫 首先要從號稱朱玉榮的林世榮講起 林世榮人稱朱玉榮 本在廣州以賣朱玉為生 不過林世榮武藝精湛 在清末舉行的首屆廣東武術比賽之中 取得第一名 他曾經拜王飛鴻為師 後來在香港開設武館 培養了眾多弟子 林世榮在香港授武期間 收了在報館工作的徒弟 叫朱如齋 朱如齋讀過波波齋 頗通文脈 王飛鴻去世十年後 他開始在香港工商晚報連載小說 《王飛鴻別傳》大受歡迎 《王飛鴻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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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飛鴻別傳》